除了纸张 也有人在缝缝补补的过程当中获得快乐 一对年轻情侣就拿起了针线打造手工包包 在追求自己梦想的同时 也把梦想化为了事业 这些可爱的肩包 手提包和钱包 都是林婉轩的作品 精致的手工让人难以相信 婉轩没有接受过专业缝纫训练 其实我从小就成长过程中 都没有接触到缝纫 然后就是到了可能青春期 就是看到有些漂亮的衣服 但是都不合身 所以就想到 如果我知道怎么裁缝的话 那就该多好 就可以把衣服缝得合身 学会基本的针线活之后 婉轩就爱上了缝纫 缝纫带给我 就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 因为用裁缝机的时候 我是要很专注 然后就是做出来的作品的时候 那种满足感是很难形容的 在南洋理工大学修读生物科学的婉轩 在毕业后并不想从事相关行业 而希望逃生缝纫工作 但是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男友黄田文的支持 是让她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 她开始的时候 在外面要需要打几分 好几分工作 那个过程很辛苦 但是婉轩她本身没有埋怨太多 有了天文在她旁边 她们可以互相支持 但是这个过程比较轻松和开心 田文和婉轩在大学时候就已经认识 有设计体质的田文 不但帮婉轩开发新产品 也一起出资创业 帮助她圆梦 我觉得非常地可爱 她做的东西 因为自己是修读设计 所以就想说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她做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就把我所学的东西 虽然我不是很厉害 可是就是慢慢地 就是跟她一起去摸索 帮彼此进步这样 两人先是在2015年设立品牌 开始在网上售卖婉轩的作品 然而一门生意要维持收支平衡 当靠好的作品还不够 要怎么去把我们的生意做成 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收入 那个非常地困难 还有就是每个月 还是每几个月 就要出一个新的产品 那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心疼儿子劳累辛苦 田文的妈妈把自己的办公室 以较低的租金 租给两人作为工作室和零售据点 做妈妈的就是疼孩子 他要怎样去做 我们是当然心里是反对 都是要支持他去做 因为他一直不要放手 一直要做下去 就没有办法 除了制作缝纫手工艺品 田文和婉轩也开班授课 让人们学习设计和缝制包包 都很特别 点很精致 就是你在外面看的 跟它的就觉得很不一样 有了一家店面和网店之后 两人还希望进一步提升 本地制作手工包包的知名度 我希望以后能够采用其他的材料 比如说是人造皮 或者是甚至是真皮 就是把它们做出比较精致的手提袋 或者是包包之类的 我的期望是希望我们可以扩大 然后创立自己的学院 给我们学生可以拿到文凭来就业 给我们学习的学院